接著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跟你說什麼 附圖表是一條DNA分子的末端構造 然後問你說什麼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來第一個你看到這邊 那他跟你說什麼代號A 他要問你代號A跟代號豬是什麼 那你看代號A他跟誰配 他跟我們的什麼 你看到是什麼鳥飄飲 這就是鳥糞飄飲啦 OK我們就給他寫G 那聰明的你來G應該跟誰搭配 G是不是應該通常都跟什麼 G是不是都通常跟我們的C搭配 那C是什麼 C就是包秘錠OK 所以代號A為包秘錠 這是沒問題的 再來你有沒有看到線飄飲 線飄飲是不是A 那A應該跟誰搭配 A是不是應該跟T做搭配 那T是什麼 T是胸線密錠 哎呦 好像是對的喔 但你要特別小心 你看最後一句話 他說A跟豬之間形成輕件 孩子輕件的形成在哪邊生成 你要講得出來 輕件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前面的鳥糞飄飲跟我們的包秘錠 這裡之間的才叫做輕件 可以接受嗎 再來我的線飄飲跟胸線密錠 這個才叫輕件 而我們今天C跟T之間 會不會去生成輕件 這裡是不會發生的可以接受嗎 這裡是不會發生的 OK 我今天是怎樣 我的寒彈剪輯是彼此互補 互補才會發生的 而我們今天上下之間的寒彈剪輯 是不會相連的 請你小心 所以這裡A族之間會形成輕件是錯的 你要記得我的C是跟G形成輕件的 我的A跟T才會形成輕件 你要特別小心 OK 好所以A選項不能選喔 錯在這句話 再來B接在C的5號碳位置上 來我跟你講這個圓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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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我們講的磷酸G 那磷酸G接在幾號碳上面 你要記得喔 我這個方向是正向的 那對面是不是反向的 那對面如果反向的情況下 聰明的你 他跟你說什麼 B也就是說什麼 這一個磷酸根 這一個磷酸根會接在哪呢 你記得磷酸根其實會接在C的哪邊 磷酸根都接在幾號碳上 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要特別再去把核甘酸的一個構造 再把他看熟 他會接在第三號碳上面 OK 所以這個幫我寫上三號碳 他會接在三號碳上面 你務必要小心 所以B選項是不能選的 OK 好再來 他跟你說E代表一個什麼 E代表一個核甘酸分子 OK 為什麼 一個核甘酸分子會代表著哪些東西 包含的五碳糖 我們的核糖 所存在的 包含我們的磷酸基 還有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含氮鹼基嘛 所以OK 他是一個完整的核甘酸 所以C選項 我們可以選擇 再來我們看主選項 齒分子的立體結構呈現什麼 我們會說雙骨螺旋 我們不會去說什麼 它是交叉的 基本上如果你把它解開 你如果把它解開 它形成的也是什麼狀態 也是平行狀態嘛 從來就沒有什麼交叉形式 它頂多就是兩條平行的 然後我們把它纏繞在一起罷了 所以這裡的交叉是錯誤的 再來我們看E選項 那持DNA的兩股會是相反的 沒錯 這應該你要講得出來 基本上如果一端是5prong 往3prong的話 那另外一端就會是什麼 另外一端就會是3prong到5prong 就是譬如說這裡是5prong 這裡是3prong 那這一端呢 這一端就是3prong到5prong啦 這你要能夠判斷 可以接受喔 所以兩股是相反的 這也沒有問題 所以答案會選擇什麼 答案會選擇C選項 那還有E選項